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一些大盘明星 比如赵嘉义 王陆丹 潘月明 郑佩佩 孙宏雷等等我们喜欢的明星 说到他的事业 不能说是大红大子吧 但是在演艺圈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江山事业大红大子的时候 他认识了自己的前夫高曙光 高曙光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拍过的作品也有很多 比如《我的婚姻》 谁作主 多少爱可以重来到我们熟知的作品 但是两个人结婚后 并不是十分的幸福和爱 因为两个人都是演员 遍免不良去各个地方拍戏 天天只少力多 两个人的感情也就渐渐的淡了 高曙光也并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 于是两个人选择了和平分手 正常来说分手对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 但是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似乎并不是那么的悲伤 他离婚后高曙光找了一个小15岁的妻子 经常会在好友圈中秀艺秀恩爱 但是江山也并不吃亏 竟然找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男友 两个人在这个演艺圈中可是出了名 网友们都说 女人心还抵争啊 还真是猜不透 جSer 落得の声 宝贝